第二次体,如同体育组上面的看到红灯,然后经过反应时间之后开始踩刹车的VT图 他问我们下列叙述呢,何者是正确的 A选项说在0.5秒的反应时间之内,车子前进了0.5公尺 我们的VT图呢,直线球加速度,面积球位移 那么这个是0.5秒的反应时间,所以就是这一块 所以它的面积就是个长方形,所以就是长成一宽 所以是0.5乘以10,所以叫做5公尺 所以这段时间呢,它前进了5公尺,不是10公尺 所以我们的A选项是错的 那么接下来是说,从开始刹车到停止的时间,刷行了10公尺 那么这叫做开始刹车,这叫做到停止的时间 所以这一段呢,是所谓的,是一个三角形 它的面积呢,是底乘以高除以2 它的底呢,是1.5减掉0.5是1,高是10,然后除以2呢 所以也是5公尺 所以它前进的也是5公尺 所以B选项呢,还是错的 那么C选项说,开始刹车后1秒钟,车速为5 在我们在0.5秒的时候,开始刹车 1秒,经过1秒钟是1.5 图形上显示告诉我,它的这时候速度呢,是0 它已经停止了 所以它说,告诉我们说 开始刹车后1秒钟,车速是每秒5公尺 这个也是错的 那么最后呢,从开始刹车到它的加速度是每秒 平方呢,负10公尺 10公尺秒平方 那么我们晓得所谓的平均加速的计算是ΔTΔV 我们从开始刹车是0.5秒 它的速度呢,是10 到停止的时候是1.5秒,速度是0 所以呢,答案是1分之负10 所以答案就是负10 所以呢,这个计算的结果呢,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第20次题的答案呢 应该选择的是诸 从开始刹车,车池的加速度为-10公尺 每秒每秒 这就是我们第20次题的答案 得到全部的顺客 小说,车池的叫 吃 员